主料,大骨600克,白萝卜400克,玉米一根,辅料,油香菜,盐,葱姜,黑胡椒,白素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大骨洗净,捉水,用水冲洗干净浮沫和骨渣,放葱姜和冷水一起下锅,大火煮开后10分钟加少许白素,转小火一个小时, 白萝卜切滚刀块,玉米切断,放入锅里,转大火10分钟再转小火煮一小时,这时汤浓了,萝卜玉米也熟了,放盐出锅,年要逼平时多放点,撒入香菜段和少许黑胡椒,一碗香浓的大骨汤就好了,盛热吃,烹饪技巧,加明心得,对大骨的包内,水料一次家族,不能中途添加, 二月你最好是满年韵米,三,炖大骨汤时,汤里要加点醋,骨头里的盖质才会炖出来死,萝卜汤一定要放香菜,放了味道特别鲜香,盐要比平时多一点,这个汤一定要够咸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。